請教一下李皮尤 這個狀況事實上跟WHO的 這個親中跟請中也是類似的 你怎麼觀察 對 我是覺得說 這個在很多學術期刊 我的感覺就是 都有親中的勢力在那邊 連你都有覺得 非常的覺得 一開始就有了 像那個赤若征是蠻明顯的 赤若征以前大家可能不記得 他發表一個文章 說有好像三十幾個學者 聯名就是說 他去做了什麼 那個新冠病毒核酸序列 他發現這個東西不是連維的 他的標題就寫說什麼 不要再鬧了啦 這個是天然的 他不是連維的 我就覺得這個文章 根本就是在騙無知的人 我這一種有基礎 最基礎的病毒血知識的人 我都知道你在亂講 因為就是說 就好像說 我去看了你的長相 分析了你的細胞成分 我就知道說 你是生在哪 你不是生在哪裡的人 或你是生在哪裡的人 那就是那個非常的奇葩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在科學 你在我們知道 我們要做病毒突變要怎麼做吧 你就把那個蝙蝠的冠狀病毒 就把它放到人類細胞 放到哺乳類動物的細胞 它就會慢慢突變 你怎麼去用基因序列 來斷定說 這個不是連維的呢 所以它大概就是 完全是一個 而且這個文章不止一個 學術界既然蒙著眼睛 看出這一種 根本就是不符合病毒血基本原理的文章 這個背後一定有它的力量 而且它想要帶風向嘛 它想要藉由學術的期刊平台 而且它是頂級學術期刊 我看我們台灣人有在說 這個期刊其實是蠻有水準的 講的話應該有一定的公信力 我一看就覺得說 這個根本你不要去 看什麼頂級學術期刊 它出來的東西 顯然是有受到 什麼視力的左右 那所以我想現在 各個期刊好像不約而同 就都開始要介入選舉 這個是以前從來沒有的事情 學術本來就是會中立 他從來不會去講說 政治上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想這後面的背景是不單純 就事情不單純 假設學術期刊要討論川普的話 那他應該討論個案或病情 或者討論那個再生源的單株抗體 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效 我覺得像對這次疫情來講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們為什麼都不討論它的來源 你要去討論 這是學術上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從來沒有一個說去怪罪說 有人在阻擋去討論來源 你應該去討論來源 以這個歷史 以歷史為劍 不然的話以後還會有同樣的事情會出現 還是會危害全世界的人類 這個是學術上最重要的事情 結果他說 他說這個不是聯繫的 笑死人了 你那個變成在政治上去左右這個美國的政治 這個反正看起來不是學術界應該有的行為 美國內部本來最新的三個安全可能的候選名單 包含了莫德納 輝瑞跟Johnson Johnson 但是Johnson Johnson今天傳出來喊停的消息 目前為止請教一下李批 外電的新聞說 在Johnson Johnson最後的測試者當中 發生了一個無法解釋的受試者的生病原因 所以有點類似上一次牛津的疫苗一樣 他先喊停 你怎麼觀察 這個在做臨床試驗 當你受試者很多的時候是經常會出現 或者甚至是一定會出現的事情 你想想看 他負責6萬人的臨床試驗 負責執行6萬人臨床試驗的外部研究人員 好 你6萬人的話很多人就會生病 就好像說2009年H1M1心情流感的時候 我們一天到晚看到有人中風 有人心肌梗塞 有人流產 都說是流感疫苗贏起來的 事實上你必須要做對照研究 事實上他本來就會中風這樣 對啊 因為你不打疫苗也會中風 每天都會有人在中風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你說他這個生病的話 你如果是說感冒或者是什麼中而言 那我們就不會去計較他 因為疫苗沒有辦法扯上關係 他一定是得到一個什麼莫名其妙 比較少見的原因 所以他就會執行 因為我們在做疫苗試驗的時候 以他那個受試者的安全為一個優先的考量 如果說我們沒有辦法排除他跟疫苗有關的話 他就暫停 然後必須由外部的專家去審查 審查他覺得說這個可能並不是一個絕對跟疫苗相關的事件 他就會繼續去做這個試驗 像以前的AZ 他有一個受試者是出現脊髓炎 脊髓炎是蠻少見的疾病 他大部分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疫苗收費跟他有關 所以後來他又認為說這個大概試驗室可以繼續進行 我想這個Johnson Johnson的疫苗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另外我們要知道 他這個有一個受試者出現疾病 他不一定是打疫苗的 因為這個是酸蠻試驗 他其實也有可能他是打一個安慰劑的對象 可是在解蠻之前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外部專家的審議 可能是基於受試者安全性的考慮 就是暫停停止這個疫苗 那疫苗的那個實驗進行 當然就會有點受到阻礙 不過這個研究都是上萬人的研究 這個東西我想他畢竟還是會有一個實驗的結果出來 只是稍微延遲了一下這樣子而已 所以以這個case來講 他可能進程會delay 可是他仍然有成功的機會 對我想大部分的情形之下 你還是可以繼續去進行 除非你說這個疫苗的反應 的確就是會造成疫苗上市以後 一個很大的安全上的顧慮 否則的話如果是在一般的臨床試驗 常常出現的這種所謂的 比較重大的不良事件的話 最後大概都會覺得說 他在血理上跟疫苗 大概沒有直接關係的話 這個疫苗試驗通常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